跟着小龙想问 因为看到美股那边 苹果的股价就是这样创新高 他就说 可不可以跟苹果相关概念股 有没有推介 苹果相关概念股 其实大家第一时间 可以想起一些设备股 例如水星、蓝筹 另外一些代理苹果手机的公司 当然苹果其实到现在这个时间 其实永远都是一个传统的销售旺位 因为它通常在第三季 就会有一些旗舰机型的出现 所以其实股价利好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觉得这个苹果产业链 其实下半年走势 仍然可以看好整个产业链 就是刚才所说了 其实苹果根本上销量下半年 应该继续增长 而且其实整个手机 或者电脑设备生产业来说 其实算是今年其中一个良点 就是他们的无利率 虽然我们常常担心下半年会放门 但其实看到过多月公布的数字来说 他们的生产出品价 其实都是上升 就是说他们的孖展 是扩阔着 例如水星那样 2018的股份 它之前的业绩公布之后 股价十级而上 其实最大惊喜就是 它终于今年公布业绩 是没有你开支支回升 因为其实这些股份 的物质跌了很多 时期很长的了 终于支支回升 是因为它有一些新的光学产品 推出市场 而且的而且是有客户用着 已经有产品面世了 所以下半年这个冲景 生产品业务 以及它本身的 传统升学方面的硬件 其实受惠整个苹果参业链 其实都仍然会有机会 看起来不错 近期的股价是高位回落 看看现在这些 大概是51、52 可不可以守住 如果是其他人 你看到近期的低位 其实都是大概是 在说51.6左右 其实连续几日试 都会带上去 所以似乎是初步的支持 留意一下你参考这些价格 看看会不会是 拨一拨的反弹 即是你都会推荐 拨一拨就是拨2018 是的 因为大一点 比如一些去到下游的 比如说代理业务 就是可能去买手机 首先它那个无理分层 就会是最后一层 会比较低一点 还有它的级续 未必那么快 可能要等再去到 真真正正 比如说9月 可能10月 才有个再炒浪 是的